被蚂蚁咬过后会发生什么变异 这是一只咬过钢铁侠的蚂蚁 它爬上男孩的脖子 对准后一口咬下 男孩用手拍去 可拿下来一看 蚂蚁竟然没死 男孩突然失去意识 眼前出现大量残饮 然后两眼一翻 啥也不知道了 十天之后 男孩突然被尿憋醒 它赶紧来到厕所对着餐盘 到黄色的饮料开始剧烈沸腾 太可怕了 厕所当场直接崩溃 随后它就回家了 它的父母心可真大 男孩感觉很困 跳上床后就睡着了 睡了一觉精神百倍 地上全都是零食的包装 正吃早餐呢 奇怪的是来了 牛奶盒牢牢的粘在脚上 甩还甩不下来 只好伸手让老爸帮忙 想喝杯橙汁 老爸都看傻眼 吃完早饭男孩快要迟到 情急之下用力开门 防盖又防盗的门被他直接扯下 旁边的好友都看愣了 原来就在昨晚 男孩体内的超能力渐渐开始苏醒 恍惚中男孩找来了所有零食 吃光了里面的甜食 这时来到格斗课 老师点名让没举手的男孩 上场给大家做示范 老师上来救下狠手 男孩被打飞出去八百米 不等男孩准备 老师上去又打了一套连招 看着眼前心爱的小美 她要开始反击 不能让自己丢脸 老师一个横扫前军 紧接着朝脚打去都被潇洒化解 男孩一刀全针出击 老师瞬间飞出几百米 人都被打傻了 这个男孩实在太猛 只要朝着钢铁叙叙 眨眼之间 铁锁立即自分五裂 就算八百斤的防盗门也不在话下 自从隔天男孩 在破堂上报答老师以后 好友想知道男孩有哪些超能力 男孩对着五米厚的铁板一口咬下 铁板旁边直接破了个洞 好友开始做事男孩嗅觉 隔着房间男孩就能闻出是哪种蛋糕 好友为他设计战衣 这天男孩发现 一个小混混正在想劫饶奶奶 他身穿战衣堵住去路 小混混一看是个小孩 打算动手 男孩下意识害怕着后退 小混混瞬间被吓傻了 把腿就要逃跑 男孩反应过来扑倒了小混混 把他交给了警察 男孩从此开始到处救人 爱欺负小孩的坏人 通通受到男孩的惩罚 这天想要给好友展示能力 超能力却突然消失 原来男孩要吃糖果才能维持超能力 好友改进腰带 把糖果塞进战衣 男孩又开始行侠战衣 轻轻松松就解决了车祸 蚂蚁侠的称号在城市里初开始传播 四处都在粘贴海报 还拥有一大群粉丝 这天学校出现一起意外 有个学生被挂在屋顶 男孩赶紧爬了上去 可是却发现这是个玩偶 其实这并不是一起意外 小美她姐告诉男孩 昨天夜里家里出现坏人 自己亲眼盼着她抓走了小美 姐姐想让男孩去救小美 这个女孩马上就要死了 她被关在一个满是各种毒虫的笼子里 蚂蚁侠此事来救她 对着墙上的铁锁吁吁 顶刻之间 牢固的铁锁已经四分五裂 男孩发现了女孩 可是玻璃非常坚硬 这是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 只见一个胖子从天而降 朝着男孩大叫一声 男孩吓了一跳也被关进笼子 奇怪的胖子到底是谁 原来胖子是个基因学者 咬过男孩的蚂蚁 就是胖子研究的 是用来救自己重病的妈妈 可是病情刚刚好转 小美的父亲作为老板 却终止了胖子的实验 造成了母亲的离去 胖子想要报仇 将跳躁的基因打进身体 她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和弹跳力 也就成了现在这个丑样子 但她的能力要用鲜血维持 此时警察们已经赶到这里 胖子八十一定会完成复仇 把出入口用力的逃离在这里 第二天男孩红个上课 是胖子来了 男孩穿上战衣准备战斗 他找到了胖子 要和他一站高下 突然发现没带糖果 无法维持超能力 被胖子一拳打飞出去 看这个力道 男孩这时应该很大 被打了八十多拳后 男孩发现了冰箱 他赶紧打开盖子 猛喝奶茶 恢复了体力 胖子赶紧抓住 还有大掉绳子 男孩秀的气味来到森林 扯坏绳子就像好友 期待下集胖子王者归来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见